今天咱们接着来说悬疑电影大师西区可可 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在今天是拍电影的基本流程 比如他的故事版 就是拍电影的时候都会用到的分镜头草案 后人是可以沿袭模仿他 有比他那个时候更多的技术手段 但是为什么还是不如他呢 我的猜测是不只是天赋上的差距 因为他的方法是从他特殊的心理问题里产生的 这就像是自然界里的物种 会把自身的限制条件转换成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今天和你说一说西区可可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他差不多是和电影同时诞生的 1895年12月28日 法国人鲁米埃尔兄弟 在巴黎用新发明的电影机放映了第一部影片 而1899年8月13日 阿尔弗莱德·西区可可出生在了伦敦的一个城郊小镇 家里经营着一家小蔬菜店 西区可可自幼身材肥胖 有女性的特征 他的性格又敏感内向 这种男孩是最容易受到同龄人欺负和排挤的 长大了以后 他要求偏长的人称自己为西区 省略掉姓氏后缀的Cock 因为他从小就被叫做Cock 是个影射男性生殖器的谐音梗 他在家里也缺少安全感 他讲过 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在外面玩 回家晚了一点 他父亲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求认识的警察把他关进了拘留室 那几分钟里的迷惑 绝望和恐惧感 伴随了他的终身 这个段子很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故事就是 一个中产阶级的男人 平白无故被栽赃 或者是卷进了间谍案这种倒霉事里 想尽办法要洗脱自己 比如电影《深渊记》 七北偏北 他还喜欢在电影里 运用垂直和水平的光线阴影 来模仿牢房的铁栏杆 他在采访里承认 别看自己在片场里显得那么冷静 只要有人说 齐驱柯柯先生 外面有个警察找你 他就会在一瞬间里变成一个死人 如果让儿童心理学家来看 这个孩子是很早就出现问题了 他少年时迷恋的读物是 记录凶杀 变态连环杀手的犯罪记录 他还爱去当地法庭 旁听谋杀案庭审 尤其受害者是女性的案子 长大了以后 他有相当程度的偷窥和恋恶屁 还有喜欢操纵别人的行为迹象 简而言之就是 他这个人有贼心没贼胆 好在他有足够的理智和英国式的幽默 来和自己的心理问题相处 他在伦敦大学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 学到的第一件事是 世界上没有线条这回事 只有光和影 他从画插画 教对字幕进入了电影圈 28岁的时候 就成了英国收入最高的导演 拍出了早期的代表作 《39集台阶》和《贵妇失踪记》 在40岁的时候 他带领全家转战好莱坞 能够让他不出问题的重要精神支柱 是他的妻子 电影简洁师阿尔玛·雷维尔 西区柯克对阿尔玛的依恋程度 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夫妻关系 他也会为一些好莱坞女明星 像英格利·鲍曼 格雷斯·凯利着迷 但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行为拘谨保守 并没有留下绯闻的真凭实据 很可能他对于操纵 这些女明星的快感 要比性行为本身的兴趣大 他纵横好莱坞几十年 在1979年3月 获得了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 他在台上发表感言的时候说 我恳求大家听我念完 下面四个人的名字 这四个人给了我最多的爱 赞赏和鼓励 他们是我的电影剪辑师 编剧 我女儿的母亲 和在我家厨房里 创造奇迹的厨师 这四个人的名字 都是我的妻子 阿尔玛·雷维尔 这虽然也很感人 其实是因为他相当的自恋 不喜欢承认和赞扬 团队里的其他成员 希奇·柯克去世于1980年4月 阿尔玛在一年多以后去世 两个人只有一个女儿 这位电影大师的一生 可以说是和心理问题搏斗的一生 也可以说是从心理问题里 吸取创作能量的一生 当另一位电影大师 特里夫见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人 极其的脆弱 敏感容易动感情 而人们对他的典型印象是 爱讲粗俗的笑话 带有严苛的天主教教育印记 同时也在一直反抗 社会留给他的伤痕 这让他多疑脆弱 时而温顺 时而又试图去挑衅 我刚才把他像病例一样的 简单描述完 咱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创作方法和心理问题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他的工作原则是 要有高度的精确性 和完全的掌控力 他有一句名言 电影的拍摄过程 只是把已经在脑子里 看到的影片实现出来 他非常清楚 自己在这部电影里是要做什么 每一个细节应该是什么样的 和助手们过剧本的时候 每一段文字都要变成完整的画面 把各个镜头的摄像机角度 机位 场景设计 都提前画在素描本上 开拍以前 他那间大办公室里的三面墙上 就贴满了连环画一样的分镜头 这就是有名的西区科克故事版 到了晋片场实拍 其实就是在车间里对着图纸加工 演员必须站在地上 已经画好的标记里表演 禁止随意走动 即行发挥 西区科克告诉他们 如果你左右多移动一英寸 你身上的光就不对了 他把摄影机也当作角色来用 我们昨天说起过 在他的电影里 摄影机代表着观众 从人物视线里感受到的情绪 他的剪辑师说 西区科克拍完的戏 可以精确到 你只要把场机板上的镜头剪掉 接在一起就行了 可不是所有的大导演都像他这么干的 有很多人是开了拍以后 还要重新写剧本 有的是把各种现场时的灵感 都给拍一遍 让演员记性发挥 拍的素材远远超出成片 在剪辑的时候再重新二度创作 这些方法也都能产生好作品 而且更有激情 但是西区科克 必须得像一个高智商罪犯一样 事先设计好每一步 因为这样才能压抑住 他自己的恐惧感 他要求片场 必须绝对的安静和整洁 所有的细节都要完全可控 他的女儿说 只要事情有一点不照计划来 他就会犯严重的偏头疼 另外 事先把所有的环节都设计好 让别人很难插手 也可以让他这种既自恋 又缺少强势性格的人保持主动 排除掉他人对自己的操控和影响 他的自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 从他的第三部电影《房客》开始 他几乎在每一部电影里 都要客串出场几秒钟 他一开始解释 这是群演的人手不够 但是这个习惯保持了50年 50部电影以后就很明显了 他就是希望让人知道他的存在 还要让大家感到 他才是那个决定了所有人 能够看到什么的人 不过他也很清醒 他每一次都是在电影的前五分钟里露面 以免让观众因为找他而分心 他的电影无论情节多紧张 都有一种含蓄 意味深长的幽默感 这在悬疑犯罪电影里 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 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 我们昨天说 悬念并不是在推理过程里产生的 而是一种综合的情绪本能 唏嘘苛刻的悬疑电影 经得起反复看 和他每个镜头的精雕戏客 意味深长 以及幽默感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沉重的主题里 加进喜趣情节和台词 是一种心理暗示 观众能够感觉出来 这部片子是娱乐性的 不至于像那种一黑到底的电影 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唏嘘苛刻的本事不是吓人 而是吓你一跳 又不把你吓出毛病来 他制造的悬疑效果 就像是游乐场里的 过山车和鬼屋 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体验 总是能在焦虑感 和会心一笑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还不破坏计划好的故事节奏 很少有人能够把握好这个尺度 而现实里的唏嘘苛刻 就没有这么得体了 他喜欢搞一些过头的恶作剧 年轻的时候和一个道具师打赌 要对方在被捆起来之后 在漆黑的摄影棚里待一夜 结果他给这个道具师 准备了一瓶下了蟹药的白蓝地 他在给别人安排晚宴的时候 每一道菜都是蓝色的 他还把一匹马放进了别人的休息室里 还给自己的女儿看恐怖的照片 按照心理分析的说法 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征服和控制行为 背后有挑衅、报复心理 甚至是对人类本身的鄙视 他语言里的幽默 也是用来帮助说出真实想法的 在一次采访里 主持人问他 你是不是说过 所有的演员都是牲口这句话 他缓慢地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怎么会说这么粗鲁可怕的话呢 我实际上说的是 要像对待牲口一样 对待所有的演员 这话就不是假的 他的工作方法之一 就是把包括演员在内的工作人员 当作工具来使用 观众们早就发现了 他电影里的女演员全都是一头金发 不是的话 也得被他染成金色 女明星的发型和服装 都是由他亲自精心挑选的 所有的颜色 款式 穿着的顺序 都有很深的暗示性 那种投入的恋恶和操纵乐趣 就和女孩玩芭比娃娃一样 在电影里 这些女性角色 常常会遭到无情的羞辱和折磨 戏剧科科1958年的作品《迷魂记》 也被翻译成眩晕 讲的是一个有恐高症的侦探 被人利用 成了一起杀其案的伪造现场证人 其中有一段情节是 当侦探再次遇到 在案件里炸死的女同谋的时候 起初没有认出来是一个人 她让那个女人 穿上和自己梦中情人一样的衣服 把头发也染成了金黄色 这段情节充满了性暗示 对女性的态度相当的蛮横和残酷 是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问题的典型案例 女主演后来说 这部电影就是唏嘘苛刻 把她自己的人格 放进了男主角的壳子里 当然了 这个时候唏嘘苛刻已经过世了 《迷魂记》还创造了一种 唏嘘苛刻变焦 就是用一种扭曲空间的视觉效果 来表现惊悚的心理效果 她是怎么想象出来的呢 可能都不用想象 因为她自己就有悬崑症 最害怕的事就是从高空掉下去 所以她拍出来的这种场景尤其的多 她在群鸟里把鸟拍得那么恐怖 因为她就是很怕鸟 大家都说 唏嘘苛刻制造悬念的核心 是强烈感受观众的能力 不过也可能是 她已经先把自己的精神困境 直接放进去了 她说自己善于观察 从小习惯静静地坐在角落 一言不发地看别人的反应 猜测他们的心理 我们从她的电影里也能发现 她比一般的观察深入得多 那可以说就是一种偷窥 她能轻易地从中发现 连当事人都还不知道的细节和潜在意识 为之暗爽不已 偷窥和跟踪 也是她最爱拍的电影情节 拍起来是那么精细 那么富于节奏感 那么兴致勃勃 今天看 她的那些心理问题 好像全都是为了拍全一片而准备的 在别人是需要学习的 而在于她则是难以摆脱的 可是这个世界上 又有多少人算得上是完全正常呢 另外 一个时时处处都正常的人 又是多么的乏味和无趣呢 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启发 与其压抑自己的性格缺陷 身心疲惫地假装正常 有没有可能 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独家方法 做成一些有正向价值的事 明天我们来聊 唏嘘苛刻创造中那些更客观 更普遍的方法